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给无数粉丝留下了思念 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很陌生 而且以现在的审美标准来看 他长得也很普通 但毫不夸张地说 他曾经是亚洲顶级的璀璨巨星 即使已经隐退了38年 江湖仍有他的传说 巩历年轻时因为长得像山口百会 才被张艺谋选中出演《红高亮》 张国荣是山口百会的铁粉 他将偶像在舞台上唱的最后一首歌 《再见》的另一番 方唱为《风继续吹》 并且在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唱了 梅艳芳和陈百强也是山口百会的粉丝 尤其是陈百强 曾经多次飞到日本去看女神 还专门创作了一首《昨夜梦见你》来告白偶像 甚至在樱桃小丸子里 山口百会都是大家公认的女神 2010年索尼发行了纪念山口百会 隐退30周年DVD 一套价值近千元 却卖到脱销 这对于当红歌手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却被一个过期艺人做到了 那为什么山口百会能如此让人念念不忘呢 又为什么在事业的最巅峰的时候 退出歌坛 隐退之后的婚姻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就给大家一一的揭秘 1959年山口百会出生在东京 是已婚的父亲哄骗母亲生下的私生女 所以她的户口本上只写着认领两个字 为了生计 山口百会和妹妹从小就跟着妈妈四处辗转 甚至会在放学后打零工来贴补家用 困苦的生活不仅让年轻的女孩变得自立冷静 还在她的眉宇间留下淡淡的忧愁 而正是这份忧郁让她与众不同 虽然山口百会从来不说 但她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温馨的家庭 了解了这份渴望就能理解她以后做的决定 命运的转折点是在山口百会13岁的时候 她一时兴起参加了明星诞生歌唱比赛 却因为动人的嗓音和清纯的模样 一举获得了季军 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不得不说山口百会的心运真是令人羡慕 她出道后一路坦道 很快就出专辑客串影视剧 还组过少女偶像组合高中三只花 曾经有些孤独忧郁的少女百会 反而在严厉路上找到了情感的寄托 她认真地诠释了每一首歌演绎每一个角色 15岁时山口百会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比她大七岁的三浦有何 情窦出看的小姑娘一下子就被高大帅气 又温柔体贴的大哥哥吸引了 四个月后她又合作出演了川端康城经典之作 《医窦的舞女》 本来导演已经有鼠意的男主角了 但看到山口百会和三浦有何 合拍的广告之后 觉得他们才是最完美的人选 这部电影不仅让三浦有何迎来了事业的转机 也让山口百会享誉全国 所以遇到对的人是可以成就彼此的 彼此的山口百会还是青涩少女 贵在纯真 她演绎出一个有自己韵味的舞女勋子 15岁时山口百会已经是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不仅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还参加了红白歌会 除了运气与天赋外 还离不开山口百会自己的努力 百会简直是拼命三娘的化身 每天行程都被安排的满满当当 甚至有段时间累的一上车就能睡着 而三浦有何对这个命途多喘的小女孩 以心生怜悯处处关照 有些友善的举动都悄悄在山口百会的心里扎了根 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山口百会和三浦有何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啊他们是国民情侣 如果其中一人决定拍一部剧呢 但演对手戏的不是对方 就会遭到观众的投诉 甚至是游行抗议 所以让两人名声大噪的要鼠写疑 这个情人变兄妹还要面临病痛生死的戏码 比蓝色生死链长了25年 让观众啊看得那一脚一个悲痛欲绝 顺便说一句 时隔九年之后 血怡在咱们国家也播出 立马掀起了收视狂潮 风靡全国 伤口百会也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女神 不过啊电视剧播出的时候 她已经吸引多年里 所以啊系里系外 两人几乎是朝夕相处 情愫早就慢慢产生 但在那个坚持的年代里 没人会随意的开口说爱 可惜啊生活哪能处处顺先 人红是非多的山口百会 很快就尝到了身为明星的痛楚 她私生女的身份呢被狗仔曝光 好不容易淡忘的伤疤公诸于世 而那个早就抛弃他们的渣男父亲 也跳了出来 三番五次的找山口百会要钱 甚至啊以她的名义 招摇撞骗 向爆舍哭诉女儿的恶行 一度将她引向舆论的高峰 但山口百会呢 却不像外表那般柔弱 她骨子里啊是一个坚强果断的女人 我没有父亲 即便是她作为一个肉体 在地球上存在着 我还是要否定她的存在 在当时极度尊崇孝道的日本社会 她还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17岁时忍无可忍的山口百会 与父亲对部公堂 花了一大笔钱 只为和她断绝关系 然而这样一个事业有成 独立自强的女人啊 又为何在事业的最高峰选择隐退呢 当然是因为爱 相知相守 共度一生 倔强少女虽然看似坚强 但血亲离盼 仍然让她伤心不已 这一点啊 只有三浦永和看穿了 她发表了一首新歌 歌词唱道 从发尖到脚尖 一切都是我的 海底时代的小小伤疤 你的一切都合我意 众所周知 山口百会的眼角 有个小小的伤疤 1975年 俩人呢 在夏威夷拍摄广告片 三浦永和率先表达了爱意 并留下一个号码 希望得到回复 面对突如其来的幸福 从小缺爱的山口百会啊 却变得犹豫起来 有时候抓住幸福 比忍受痛苦更需要勇气 童年的阴影 母亲的不幸 父亲的伤害 都让她不敢轻易触碰这份恋情 但对家庭的渴望呢 终究战胜了恐惧 纠结了半个月之后 百会啊 才打出了 那个给柔和的电话 金童玉女正是在一起了 并且做出决定 如果山口百会 20岁时 两人还在一起 就结婚 在三浦永和身上 山口百会 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交往的几年里 两人啊都千方百计的维护这份感情 这在曹杂的娱乐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于是1979年 山口百会满20岁时 三浦永和向他求婚 百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并且呢之后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大方的向粉丝宣布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要结婚了 两位顶级流量宣布婚讯 简直全国轰动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 订婚之后啊 21岁的山口百会 在自己最星光璀璨的时期 毅然选择了举办告别演唱会 宣布自己将退出演艺圈 以后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 这个小小一出 粉丝们伤心欲绝 媒体也众说纷纭 很多人认为山口百会太傻 为了一个男人呢 就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实在是不值得 但是呢 子飞鱼 烟之鱼之乐 对于从小就渴望拥有一个 完整家庭的山口百会来说 顺从自己的内心 不受名利的约束 或许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 婚后的山口百会啊 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三浦永和也没有让他失望 就算身在处处诱惑的娱乐圈 他也从不摘花热草 不管媒体怎么蹲点儿 他的身边啊 永远只有山口百会一个女人 而且结婚之后呢 三浦永和还主动买下了宁静的房子 将山口百会的母亲揭卵 过来同住 两人养育了两个儿子 四十年如一日 他努力拍戏赚钱养家 他每天啊 都牵手为家人准备三餐 生活的就跟普通人一样 不请保姆 不开豪车 一起逛超市 一起在公园牵手散步 结婚 周年庆的时候啊 一起出游 虽然平淡 但很幸福 曾经有媒体愿意出一亿日元 购买他们孩子的一张照片 但这对夫妻呢 也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其实啊 一个女人过得幸不幸福 全都写在脸上 结婚之后的山口百会 目光温和慈善 眼角虽有时光的痕迹 但浑身散发着从容的魅力 既然结了婚 一定要白头偕老 山口百会在21岁时 立下的誓言 一定会实现的吧 每年的11月22号 是日本的恩爱夫妇日 民众呢 会票选出最佳名人夫妇 而山口百会和三夫友和 这一对夫妻啊 常年霸榜 曾经连续11年排名第一 可见他们在日本多受欢迎 也是多么让人羡慕 仪式光阴短暂 抛开名利 守住平淡 终其一生爱一人 没有比这更美的童话了 可能还有人觉得 山口百会 为爱放弃事业太不值得 他自己呢 也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妇女的自立是 她活在世上 能够深深懂得 什么是宝贵 她可以是工作 可以是家庭 可以是情侣 这才是真正的 精神上的独立 我绝不认为 非要到社会上活动 才算是自立 或许啊 这段话 能让你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 找到答案 往常 词 orada 词